我有个强势的老妈 她性格强势从小我就怕她 从想长大后远离她 但大学快毕业的一次相亲经历 让我改变了对她的看法 别人介绍给我一个体制内的对象 南方父母和我的父母见面吃饭 南方妈妈一脸傲娇的说 我儿子是事业编 说女孩最重要的是工作要稳定 转头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考上有编制的工作 我尴尬的看着碗里的饭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妈直接回怼 什么年代了 我女儿就算考不上稳定的工作 她以后做生意也许比体制内还赚钱呢 在沈阳没有铁饭碗的我 相亲也会被嫌弃 后来按照老妈吹牛路线 参加了电视节目进击到北京 并设立在北京工作定居 如今老妈在北京给我带娃 我问她当年为啥回怼南方的妈妈 她说尽管在别人眼里你一无是处 但我也不许别人伤害你 因为那样我比你更难过 如今我已变得强大 陪同她去医院看病 她嘴上虽然说别耽误你的事 一时后来她说 祝愿是你在我身边 还真是心里优敌 小时候你保护我 如今我要成为你的铠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